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打外国货 外国食品 本土货相对比较少 甚至乎以外国货来说 因为有入口税 所以在这里买的东西并不便宜 我也有留意过的厨具、罐头 其实都是主打外国货 所以有另一个态度是 如果在泰国想找一些外国入口的食品或食材 Villa Market是可以满足得到的 但论价钱 就我最近一个蛋撻的焗帽 在Lotus买到大概是90匹 而我在Villa Market看到 好像是近600匹一个 这个就是级数和定位 反过来说 Villa Market会做很多外国品牌的折 例如我记得我早前看到 它有澳洲的折 它会主打一些澳洲的品牌 那一刻我就很诧异 澳洲其实也并不算多 产品和食材 就是我说入口 但如果它只用澳洲的品牌和食材 都可以做一个折 那其实它的款式也真的很多 我没有认真去看过这个折 但是我看到它动了这个Banner 即是它说 它每一个周期都会做一个国家的折 如果找一些优质贵价的产品 应该Villa Market是可以找到的 好 今次讲完这个Villa Market 再想到其他超级市场再讲一讲